水里国小女足队先前成绩相当优异 在经历两年没有全国赛事办理的时间后 今年度卷赌重来 预计参加今年度的小小世界杯比赛 我们学校女足的部分 其实已经推展了十几年了 经过老师教练还有家长会 以及家长后援会的部分的努力跟用心 其实成绩都还蛮不错的 除了这两年的疫情之外 我们有部分的杯赛没有办法参与之外 其他的我们都参加了 今年更是厉害 五年级的部分在世界杯也能够进到十六强 我觉得非常感谢 我们的南投县政府以及县议会 尤其是我们的议员 校长也表示相当感谢各党委的用心 这次能够补助经费来听购相关的设备 对于学校来说是一大肯定 孩子可以骑车过去 今天还有我们的王秋树王议员 亲临现场来看我们孩子的练习 然后给我们孩子很多的鼓励 而且也看到我们的那个奖牌奖杯都有 然后他捐赠了那个一笔钱给我们去买相关的设备 除草机也好等等就是我们需求的部分 就非常的感谢就是能够对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的协助与帮忙 那我们的会长跟后援会的部分 他们也持续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过这个部分的协助与帮忙 学校要成功与发展 其实是需要更多的人的合作跟团队的一个努力 因为王秋树表示水里国小成绩非常有益 今年度也预计在全国赛中大方一彩 希望透过经费的博助来鼓励孩子们 秋树也听到我们的会长跟我们的校长 跟秋树在说 他们的足球场 因为大家都在炒得更长的时候 都要用到我们老旧的割草机来割草 让这些选手来谈来训练 所以这次秋树来开到我们的配合款 开到10万块 要让我们的水里国小 来够制到我们的储草设备机 让我们的这些老师来做到我们的储草这个部分 希望在这个部分可以改善之后 对到这些学生选手 踏到这些成绩来训练的时候 非常地优异啦 请用多过经费的补助 除了可以让孩子们在训练上有更加便利以外 也是鼓励孩子们最好的方法 记者邱平一 水里采访报导